大家好,我是Amica 小鳥都在歡迎我們 我是一個諮詢師和能量療癒師 臨近新年我想分享一下 其實究竟 祖父輩、父母的想法 其實影響我們有多深 趁這個機會 你想一下 我們小時候就像海綿一樣 吸收很多不同的想法 好像張白紙一樣 而習慣了我們在一個族群社會 你為了安全 為了食物、溫飽所有東西 我們都習慣了跟我們的族群在一起 而要跟我們的族群在一起 多多少少你都要去符合族群的要求 想法、規矩等等 那慢慢呢 雖然我們現在說是現代社會 有很多什麼自由 自由意志 但其實很多直入的想法 根深蒂固直到我們那裡 而慢慢其實自己忘記了 那所以其實呢 我也留意了 我媽媽有很多模式 那或者 我也會想一下我爸媽 其實她有什麼模式影響到我呢 為什麼我還要跟著這個模式去影響我的思路 行徑呢 那例如很簡單的 我媽媽經常都會有些好朋友 會幫她忙 幫她買東西 買送東西給她 或者很多很多不同的幫助 她永遠都會覺得不好意思 覺得麻煩到人 那老人家 其實這個是很正常的想法 但其實我的發現 都有影響到我的 我 從小到大都覺得很多事情 要自己搞定 單打獨鬥 麻煩到人其實就不好意思了 反而有人幫我呢 我覺得 唉真的不是那麼好 那當然不是每個人都有的想法 那但是這個是 我媽媽從小到大 很強的那個想法來的 那其實是影響到我的 那你想一下 其實這個世界是不是真的 只有一個人的存在呢 如果說的是族群的話 是不是大家互相幫忙的嗎 那其實很矛盾 那發現很多事情 自己要死瘋下去 死瘋下去 這個是不是最好的方法呢 這個是不是最好的行徑呢 那你構成了自己很多壓力的 但其實可以很簡單地 你出聲聲 請下其他人幫忙 或者這個朋友 他最厲害是這件事 你知道 其實問一下他不會死的 但是 可能你一個想法就是 麻煩到人 那你就自己 側自己去做下去 那其實真的很愚蠢 但是我沒有說 爸爸媽媽有什麼問題 或者 他害了我一輩子 那當然不是這樣 但是問題是 大家都這麼大個人 是不是還要 拿著這些 不屬於我們的想法呢 一路走下去 一路走下去 因為你爸媽小時候 教你是這樣 所以你就會這樣 還是 其實在2023年裡 你可以選擇做一個新的自己 記住 所有的想法 都會影響你的情緒 也都會影響你的實相 也都會影響你的創造 一環扣一環 不是真的這麼簡單 當你完全是跟同一個想法 同一個框架去做 那你就會過著一些 可能你會覺得 是很安全的 舒適的地方 但是當有問題發生 那時候 因為你就是ABCDE 這個方法去處理這件事 有些新的東西 你是不知道怎麼招架 那這個是不是你想做的自己呢 都很值得深思 是啊 這個其實看起來很簡單的點子 但其實都值得我們去想想 那當然 你爸媽媽 除了有他們的想法 可能你未必合用之外 但其實他們一定是有很多不同的天賦 是給了你的 你有沒有去聯繫到 去感受到 去拿回這份力量出來呢 是啊 譬如我媽媽很樂觀的 當我心情不太好的時候 我就會記得起 不是啊 我媽媽是超級樂觀的人 經常是哈哈哈哈的 如果我是她的女兒 為什麼我不可以做到這樣 叮叮都不行 那這個就是值得可以去想的地方 那譬如我爸爸的手工藝是很厲害的 其實是的 我的作品啊 其他所有東西 其實都有她的DNA在這裡的 那其實 我們的人生真的不只是 我們自己 因為我們都有很多不同的祖先 父母流傳下來的DNA 因為很多不同的印記 問題是你怎樣去 用這些的印記 對的拿來用 不對的其實可以放下 所以今天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分享 我們下次再聊 拜拜